一直以来,明星的危机处理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尤其被爆偷吃丑闻时,事后的第一次道歉最为关键 如今的艺人遇事都会在社交平台交代过往 当然,也有一些艺人会直面记着,检讨自己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盘点那些被爆偷吃的明星是如何道歉的 并且看看他们的另一半有何态度吧 第一位,许志安 郑秀文与许志安的故事从1992年开始持续致敬 他们分分合合已经走过了27年的时光 本以为步入婚姻后的两人会安稳幸福地继续生活下去 谁知道,渣男的心思永远摸不透 就在2019年4月,许志安被爆出轨马国民女友黄欣颖 根据媒体拍摄的视频 许志安和黄欣颖除了搂肩贴面还时不时的亲吻 在16分钟内就亲吻超20次 事情爆发后,又有知情人爆料 许志安和黄欣颖已秘密交往两年 面对各种实锤,许志安的形象跌至谷底 随后,许志安召开记者发布会 他承认自己出轨 李又为当天喝了太多酒 同时还表示对不起太太郑秀文 记者会期间,许志安气不成声替死横流 而其中的一句《我是一个坏了的人》 更是成了网络热剧 最终,郑秀文选择原谅许志安 继续与他同舟共济 去年3月,据台媒报道 许志安也已经正式复出拍戏 风波过后,郑秀文和许志安经常被偶遇合体现身 或许两人的婚姻又回归了平静 第二位,陈冠希 2008年1月27日 陈冠希与多名女行的亲密照被泄露 隔日,陈冠希在公司的安排下离开香港 在她离开香港的几天内 涉事的明星均未露面 只有陈冠希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澄清密照为自己的生活 直到2月5日 她透过短片首次就此事道歉 短片中 陈冠希向受牵连的女性做出道歉 并呼吁网友销毁相关照片 然而,由于当时陈冠希不在香港 短片的形式令道歉的诚意大大折扣 网友也并不买账 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亲密照被爆出 牵扯其中的女性也陷入舆论漩涡 百口莫辩 两周后 陈冠希返回香港 当天下午 她就召开记者会 她向公众解释相关事宜 表示之前拍摄的照片从未打算公开 并向此事涉及的女艺人 其家人以及公众道歉 最后 陈冠希宣布无限期退出娱乐圈 退出娱乐圈后 陈冠希投身于自己的潮牌生意 她也带出公众视野 如今 回看陈冠希的道歉声明 全文字字斟酌 这无疑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危机公关案例 第三位 陈冠 陈冠作为享誉国际的功夫巨星 她在演艺事业上的成就有目共度 可她的情感史却令人大开眼界 自陈冠进入娱乐圈后 她便把目光锁定在了漂亮女孩身上 曾与米雪 邓丽君等多位艺人相恋 直到1981年 陈冠京秦祥林的介绍 与女演员林凤娇相识相恋 不久后 两人便奉辞成婚 在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 林凤娇一直带着儿子隐居在国外 直到1997年 外界才得知 两人早已结婚身子的消息 就在大家以为 成龙终于浪子回头时 没想到 成龙与吴启力的事情被曝光 这也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1999年7月 身怀有孕的吴启力 向媒体控诉成龙的博情 并且公开承认 成龙是腹中孩子的亲生父亲 事情曝光后 成龙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他立即召开了记者会 刚出现时 成龙边举V字手势 边露出招牌微笑 上台后 他讲述了约17分钟的自白 但他从未提及吴启力的名字 对于孩子一事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期间 他还说出了那句经典的话 我犯了全天下 很多男人都会犯的错 向公众承认错误后 成龙向林凤娇解释事情的原委 但令人意外的是 林凤娇不仅大度地原谅了成龙 还表示自己会永远支持他 如今 林凤娇吸引多年 两人的感情也看似美满 第四位 朱志贤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 被爆出轨后 道歉的一般是男方 可前港姐朱志贤 与已婚男星李正夜 被爆双双出轨后 首先出来道歉的 却是女方 2020年4月27日 朱志贤 李正夜的亲密视频被媒体曝光 作为事件的当事人 双方都默不作声 消失在公众面前 时隔两日 朱志贤出席记者会 公开承认自己私会李正夜 并红只眼睛 诚恳地向大家道歉 他称自己对不起 疼爱自己的人和公司 更令人震惊的是 朱志贤的男友谢东敏 陪同他一起出席记者会 而且谢东敏还率先发言 称自己已知小事情的来龙去脉 并表示自己会陪女友度过这一关 而这件事情的另一位主人公 李正夜则毫无表示 有着翻版古天乐之称的他 曾是香港先生冠军 2016年自爆已婚后 曾多次公开感谢妻子的陪伴 他一直以好男人的形象示人 然而 他却被爆在老婆怀孕期间 与朱志贤密会 一夜之间 李正夜的人设崩塌 不过 李正夜曾被拍到陪妻子谗检 这也是他自出轨风波后 首次现身 他坦言 自己与朱志贤的缘分 只有短短几周 并相信自己 可以从这段感情中抽身 他还求得了妻子的原谅 看来 李正夜与妻子的感情并未破裂 第五位 陶哲 陶哲的感情可以说是相当丰富 在结婚之前 他就有许多绯闻 后来 陶哲遇到了江沛荣 没过多久 两人就开始交往 两年后 两人决定结婚 于是 在2014年 陶哲赤之600万 为江沛荣举办了一场 轰动整个娱乐圈的世纪婚礼 但豪华的婚礼 并没有带来幸福的生活 婚后不到一年 陶哲就被报 出轨李维前女友杨子晴 事情曝光后 陶哲声称自己与杨子晴不常联系 并且妻子是知情的 但杨子晴却不这样认为 他聚当第三者 同时 他还删除了大量聊天记录 在如山的铁针面前 陶哲召开新闻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 他大方承认自己的出轨行为 并且以PPT的形式 详细讲解自己与杨子晴的 不正当关系 要归咎于女房 在PPT最后一页 陶哲还写了专门的盗窃信 他表示 自己对这件事感到羞愧 并且向太太 妈妈 还有朋友和歌迷们 至上深深的歉意 后来 事情不断发酵 舆论也直指杨子晴 而这件事情 也在大家对杨子晴的 责骂声中结束 如今 陶哲和妻子江沛容 已经结婚七年了 两人还经常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生活照 他们依旧过着浪漫的生活 可见夫妻两人十分恩爱 第六位 陈浩铭 年少成名的陈浩铭 是一位花花公子 与他传出绯闻的女星 数不胜数 比如郑嘉瑜 马子涵 张萌等 直到2011年 陈浩铭高调宣布 与小16岁的模特 蒋丽莎 步入婚姻殿堂 虽然他们是凤子成婚 但广大粉丝 都认为这个浪子 终于要收心了 可婚后没多久 陈浩铭再次翻车 他被爆出 对女演员陈家衡 不礼貌对待 根据媒体发布的照片来看 陈浩铭对陈家衡又抱又轻 画面简直不堪入目 此事曝光后 瞬间引起民众哗然 但陈浩铭不以为然 还直接甩锅 表示自己是因为太过好客 才做出夸张的事情 陈浩铭的说辞 自然无法平息大众的怒火 也是在这时 许多香港艺人 纷纷声讨陈浩铭 与此同时 陈家衡也在记者会上表示 自己会追究此事 于是 陈浩铭被拉着怀孕的 妻子蒋丽莎 召开记者会 在记者会上 两人声泪俱下地表达了歉意 期间 陈浩铭数次鞠躬致歉 离开时 他还一度脚软 扶子一字豪哭 而妻子蒋丽莎 也表示会一心支持丈夫 之后 蒋丽莎还在五年内 生了四个孩子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件事情 竟在九年后迎来了反转 演员刘朔 怨穷丹等人 纷纷为陈浩铭含冤 陈浩铭本人 竟也开始叫区 至于陈家衡 他的迷之操作不断 事发当晚 他曾在社交平台分享照片 并表示自己很开心 不过 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 无人知晓 而陈浩铭的人品和事业 早已毁坏 第七位 阿翔 2019年 台湾综艺主持人 阿翔 谢鑫 不顾家庭 在搭街上 隔窗热闻一事 引发了一波热议 两人长期经营的正面形象 瞬间崩塌 而令大众震惊 很难以接受的 还是女方 竟然是阿翔老婆的好友 兼闺蜜 随后 阿翔召开记者会 向妻子道歉 可记者会上 阿翔满脸笑意 他因为道歉态度的随意 被网友狠批 于是 阿翔带着搭搭耗子 再次召开记者道歉会 这次 他哽咽着表示 对不起老婆和孩子 并且表示 和谢星再无联系 但是 网友并不相信他的解释 直接挖出 台媒曾拍到的恋情证据 之后 更是有人爆出 两人在社交网站上 公开秀恩爱的众多细节 两人俨然就像一对 热恋中的情侣 丑闻曝光后 阿翔的综艺节目 暂无异动 但据台媒爆料 很多活动厂商 对他忘了却步 谢星已损失惨重 工作被全面叫停 而阿翔的妻子 Kris为了孩子选择原谅 之后他出国旅游 调整心情 风波过后 谢星已一封手写信 向Kris道歉 阿翔则积极修复 夫妻关系 如今 还经常能看到 阿翔陪伴在老婆 孩子身边 看来 阿翔已经选择回归家庭 安心做好丈夫 当然 被爆偷吃的明星 还远不止这些 其中的一部分艺人 在道歉后 被另一半原谅 但是 他们之间的感情 恐怕不如以往 名声也毁于一旦 再次 就有马依丽的一句话 且行且珍惜 不论是明星 还是普通人 都应珍惜另一半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盘点 大家如何看待 明星出轨后的 道歉行为呢 欢迎在评论区 留言告诉我们 喜欢视频 记得点赞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盘点 再见 请不吝点赞